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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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偏心還硬拗 小孩現場來控訴 我會篩嫌給姐姐們 我就不會給她是 因為她會A 對 好像在那裡知道 我很不愛吃魚 但是我弟很愛吃 然後我每天晚上都會有 不一樣的魚大餐 我就吃魚眼睛 其他都是他們兩個分 是因為她本來就很喜歡 吃魚的眼睛 所以特地買了全魚大餐 對 又給她吃那個眼睛 甄莉偏心不認錯 女兒直接打臉 我承認我有一件事情非常偏心 就有一次是真的狠狠的拿棍子 把他打了一次 沒有 我小時候是被打大的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為什麼 為什麼 爸媽好偏心 我的人生還有意義嗎 我看這真的沒什麼意義 他開玩笑了啦 沒有關係 你還有我們的愛 沒錯 同學來了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但是手心跟手背還是不一樣 對啊 一個是手心 一個是手背 手心就會比較常看到 手背 手背就還好 曬黑的 永遠都手背 手心還是白白嫩嫩嫩嫩 好煩 對 就是這個感覺 你看看是很多 像立東也講過嘛 你在家裡面對不對 因為我媽呢 因為我是長大了 長大了我媽就比較不偏心 小時候因為我長相的問題 長相 因為我那個 因為我小時候 我那個平瀏海 然後又黑 然後又有點暴露 我就有聽說 小時候就叫小時候就醜 還是內 你很過分 因為我們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吧 我長得比較像河童 就是在河童 我是說真的啊 對啊 所以 那我剛剛有講錯嗎 我媽就會比較有一點分別 就比如說我們去 我媽都會開車載我們去上學 然後到了放到學校的時候 她就會下車嘛 就一人塞錢給我們 就零用錢嘛 她不是塞一條魚給你們 不是啦 不是 你怕她這樣 不是 好 那就塞 然後我就覺得是100塊 然後有一天呢 因為我們也特別看 有一天她就塞給我妹 然後我就 我妹那個錢都掉下來 一看 500 500 你只有100 她500 她就以為我 然後我就看到 她這個500 所以我一直以來都少400的時候 因為你是大的 對 她就說沒有啦 我看錯了 看錯了 她換100給我妹 給她 對 後來我問我妹 就是她一直都拿500 她一直以來都要拿500 對啊 好可憐 是啊 沒有關係 你現在 我跟你講 就是這樣 可是你現在長大 長大了 你看 那個錢我一直慢慢在討 去討嗎 我定期會少給她錢 沒有 你就是給她 扣400 你給媽媽跟給妹妹 就是媽媽會少給400 少給400 OK 要平均 對啊 我們今天現場有很多 對不對 媽媽跟這個 親子黨都來到現場 好不好 我們歡迎三隊 嗨 李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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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大根王的家庭 太棒了 你們都不會覺得自己有偏心的狀況 應該都不會 都不會 都不會 大家覺得都是公平的 先問媽媽 自己是偏心的家長嗎 三位全部都打X嗎 X X 真的嗎 都不覺得自己是偏心 我真的是一個就是不偏心 那這集不用錄啦 真的嗎 你們一定有偏心吧 沒有 我跟妳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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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不偏心 又使命必達的媽媽 屈您聽不下去 聽不下去 因為她還沒有 因為她還沒有到 她一點不敢相信 她還沒有到她那個年紀 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的意思是說 她還不懂 因為其實像姐姐老大 就是她17歲的時候 她就畢業 畢業禮物 她就想說媽我想要出國 去日本 剛好我又有機會說 我們有免費的住宿 可以去賞鷹 所以我就帶著老大去賞了一次鷹 日本之行 去日本旅遊 就是我們兩個人而已 兩個人而已 對 因為我從小就會給他們那個 就是讓小孩 就是單獨帶某一個人 只帶某一個人出來 那老大 亮亮也是這次畢業的時候 她也是要求她想要出國 可是這次我沒有帶她 是因為她單獨跟她同學 幾個同學們 還有兩個媽媽 帶著她 是 一起 她是因為還沒有到她那個年紀 所以她會覺得我 沒有畢業 所以屈寧還沒爽到 妳這是公平 每一個人有願望都會達成 對 屈寧也會有什麼樣的願望嗎 想要去哪裡 會嗎 有沒有 我想去日本 我想去哈利波特的那個 環球隱層 環球隱層 好棒喔 我們現在都幫妳錄下來了 對 錄下來了 讚喔 賴不掉 賴不掉了 畢業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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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啊 媽媽真的都不是偏心 都是因為爸爸先偏心 早知道 不得已 對 偏心 因為爸爸就是偏心女兒 而且是誇張的偏心 你知道她17歲生日 但是她爸誤以為18歲 送了2萬塊的蒂芬妮項鏈 然後說 18歲生日 直接送一個9萬塊的卡蒂爾手錶 哇 還在拿100塊的時候 妳們已經有項鈴 是不是 然後我呢 我什麼都沒有 我生日也沒有禮物 我還是那個誰 Vicky姐說 妳生日送我一條 有帶賺的蒂芬妮的微笑項鏈 才送我一個 因為妳沒有就送妳一個 所以只有我的朋友 才會關心我 我的老公 連理都不理好不好 老公太愛女兒了 太愛女兒了 那弟弟一定會吃醋 所以我不得已得稍微 稍微一點點 我真的只有一點點 好 我們要來看看 他們對小朋友的了解程度對不對 對 好 要考試了 好 先考Vicky姐姐 這個我簡單 這個簡單 因為每個人都說簡單 我很有把握 簡單 好 許妮 請說出妳的偶像是 Fe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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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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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馬哥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誰都是妳朋友 不是 小馬哥 就是你子君叫Felix 什麼 蛤 他的英文名字叫Felix嗎 沒有啊 不是啊 小馬哥的英文叫Morrison 對啊 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陣 他換了是不是 你是不是換了 不是 還這樣逼小孩 沒有 而且是不是換 是不是換 不是 你知道我的偶像是誰嗎 范晨晨啊 對 好 拿清楚 范明明的英明 OK 厲害 好 再加碼一題 什麼 加碼一題 兩個當中誰偷A過你的錢 好像都有耶 真的 兩個都有嗎 確定 誰 要不要自己先承認 有啊 妳有 當然有啊 多大的量 就是 就是那種 有騙班費 可能說班費是 班費是一個小學期繳一次嘛 對不對 對 差不多 可能班費是5千塊 但其實根本就沒有那麼多 班費怎麼可能繳到5千 對啊 要讀什麼班啊 不報 在那邊 不報啦 就在自己偷藏私房錢這樣 偷藏喔 就是把剩下的錢拿去自己花 那妳呢 妳有拿嗎 Chini有 有嗎 我都說我去金玉堂買東西 其實根本沒去 假裝買文具 對 結果都沒買 那妳錢都帶錢去哪裡 去 都給Felix 買周邊 他對姊姊們很大方 就難怪我想說他怎麼有錢給姊姊 譬如說 譬如說姊姊 姊姊就跟她答應她做一件 她就說好 那我給妳100塊 他就直接拿錢摔我們那組 好帥喔 摔妳們 他直接說100塊妳拿去 他真的用丟這樣 就這樣丟的 對 他不把錢當錢 好帥喔 好啦 肥水不落外填OK啦 好 接下來 第二組珍莉姐 來喔 先考珍莉姐 磁蓋的鞋穿幾號 對喔 這也很簡單 這個記不起來就糟了 那一定會買給小孩子鞋子啊 什麼的 帶小朋友去買鞋 十個一直在長大喔 十三號嗎 真的 十三號 你腳很大 十三號 妳現在幾公分 妳一直在長高 沒有 主要是因為她腳比較寬 所以就要再穿更大 來 妳現在幾公分 183 183喔 一開始來節目才120而已 對 現在183 越來越接近時代了 對啊 越來越接近時代了 對啊 好 再考 下一題要上道具 來 我問珍莉姐 這三雙哪一雙不是Phoebe的鞋 唉唷 我也蠻想猜的 聞一口啦 聞一口 會不會... 珍莉姐妳聞聞看 太好笑了 哪一雙不是Phoebe的鞋 三雙風格都不太一樣 不是喔 是喔 應該是A 應該是A 好 Vicky姐妳想要猜什麼 C 妳想要猜C 我就是B 好 大根媽請猜 B 大根媽猜B 究竟誰 才是Phoebe的親生母親 親生母親 一個選A 一個選B 一個選Z 親生母親是Vicky姐 耶 對 哪一雙是C不是啊 我就說我比較了解BB了 什麼搞的 神力姐 妳這糟糕 糟糕 妳不知道穿什麼名牌 妳有名牌鞋喔 她有MuMu的鞋子 Mu耶 糟糕了 不是啊 她都不給我出去玩 我怎麼會知道咧 我也沒有跟她出去玩 她出去也不是跟Vicky姐玩 對啊 好 好 下一組大根媽 好 第一個想要問的是 請問A9讀的是哪個科系 A 應用英語系 B 英文學系 C 外國語文系 唉唷 太酷了 來 A 應用英語系 來 答對 我是親生的吧 對 表示那個學費真的是她給的 對 有出學費 應用英語對不對 好 接下來要 有啊 道具體 請推車體來了 推車 來 我們來看一下推車 好 下一題是 大根媽 想問哪一件 是大根的內褲 內褲 太扯了吧 或者妳可以猜說哪一件 是Ken哥的 哪一件是立東的這樣 這樣啊 妳要不要靠近一點看一下 不用 我這樣看就知道 妳直接看就知道 我跟你講 妳要把它攤開 對 哈囉 基地 媽媽要看尺寸大小是不是 是 這是 可以了吧 好 這個是救生員的內褲 對啊 大根的是A 哈囉 基地 因為她小時候喜歡她 哈囉 基地 哈囉 基地 是哈囉 基地 她很強調 這件是大根的 真的假的 媽媽是 媽媽真的是最了解我的人 我的答案是B 這一看就知道我怎麼可能穿A C啊 這件是佩德羅的啊 C 對啊 佩德羅的 糟糕了 怎麼穿Hello Kitty 答座 妳怎麼會挑Hello Kitty 我忘了 她已經長大了 對 她已經長大了 好 兩題還是算答對一題 對啦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控訴小朋友 這是小朋友的時間喔 對喔 控訴媽媽媽 媽媽到底有多偏心 對啊 Phoebe什麼事件 出國弟弟做商務艙 怎麼可以 是不是很誇張 這不可能耶 這很誇張 這是最近才發生 這這幾天發生 就是我們月底要去韓國 然後呢 我都跟媽媽一起去開機票 結果我在旁邊滑手機 就那個服務小姐就跟她對說 好 甄莉小姐 現在就是這個票 商務艙是甄莉跟SKY的 然後我旁邊聽了想說 怎麼她也做商務艙 然後我跟我表哥 我做經濟艙 超級誇張 這太狠 太過分了 太過分 我是姐姐 然後我做經濟艙 然後她做商務艙 超級不合理的 不是 因為妳看體積也知道 她如果去做經濟艙 她旁邊的人會很卡妳知道嗎 因為她自己就卡住了 我是為了旁邊的人著想 會卡到妳 不是 因為我做商務艙 她旁邊如果誰 那為什麼不三個都買商 對啊 因為妳知道剛好我們是換票 就是用理程去換票 然後呢 經濟艙只有兩個位置 兩個名額 對 只能有兩個名額 對 真的真的 商務艙兩個名額 所以才這樣子換 這個滿傷的 或者是妳可不可以答應就是說 下一次 下一次再去的話 沒有 可我要先講 為什麼也讓她做商務艙 是因為她要生日了 她7月13號生日 所以我就說 那媽咪雖然送妳一個生日禮物 妳也做商務艙好了 不然她出國也沒做過商務艙 我跟妳講 Phoebe要怎麼樣才會真正平衡 就是說妳真的下一次 靠近Phoebe生日的時候 妳真的讓Phoebe做商務艙 這個時候同時 Sky要去做經濟艙 對 她才會平衡 她才會覺得說 嗯 媽媽是公平 或者是妳下一次去的時候 Phoebe做商務艙 Sky也做商務艙 但妳去做經濟艙 這樣也是可以的 這樣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 對不對 好壞喔你們 我感覺這樣比較合理 這樣好多嗎 對啊 好壞 但是甄莉姐 不可能讓那件事情發生對不對 不是啦 因為像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下次就是 她爸都幫她買那個 她回美國的時候 她都說做豪金艙 那我就讓她升等商務艙 喔 可以喔 對 這樣就可以了吧 可以 又一個有錄影的 對啊 我讓她升等 有錄影的 要讓她升等的那部分我付 她是她爸招要付那個下面 剛剛因為我們講到生日對不對 Phoebe對於生日這件事情 其實也滿在意的 真的更大了我 哇賽 生日被當透明人 連生日禮物都沒有 所以妳剛剛是假的 假的 妳看弟弟現在生日做商務艙 我的生日 我從來沒有收到生日禮物 除非我也送她 像有一年我就是存錢 然後送她一個LV的手鍊 哇賽 然後她 然後她才在那一年 生日給我包了一個紅包 但是妳看今年也沒有生日禮物 去年也沒有生日禮物 然後弟弟 從小就有生日禮物 還有商務艙對不對 對 還有商務艙 然後又有新的iPhone 又有AirPods什麼一堆 然後也是小時候給她買Switch 然後我想說怎麼可以 在她那個年紀我也沒有生日禮物 媽媽怎麼可以要送她這麼貴的 媽媽妳都不送她為什麼 對啊 她都不送她 這麼不值得送嗎 我剛剛不就講了嗎 她生日她爸都送這麼貴 但是我爸也會送弟弟生日禮物 而且也是送不便宜的禮物 這都不便宜 只是算當理 Sky要不要講話 妳不要一直裝好人 對不對 裝好人 身為妳乾媽我都快替妳姐哭了 像吉他就是因為我是 需要用的 但是吉他是那種2萬塊的那種吉他 好的吉他 好好的吉他 我小時候學吉他 我爸只給我玩500塊那種名片 對啊 對啊 根本就不需要這麼貴的 所以Sky你覺得沒有偏心的問題 我覺得 真的正式 自己 你看我們Sky就是很老實 很老實 他不會偏心 但是Sky今天也要來控訴 你被偏心還要控訴 你要控訴嗎 拿什麼 把姐姐當公主把我當用人 天啊 都會這樣 什麼意思 這確實是有那麼一點 指揮妳 我爸和我媽就是會叫我去做家事 因為我們家阿姨不在 然後她就放假 然後家裡還有衣服 地板也髒 然後還有一大堆碗要洗 然後她都會叫我去用 然後姐姐就躺在床上看手機 看她的iPhone11對不對 看她的舊手機 所以你覺得這些東西 是你自己用勞力換來的 對 對不對 打工賺水 沒有 但主要是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真的 妳跟妳媽這時候就很像 沒有 真的 這是真的 她那麼辛苦 妳也沒辦法洗完 沒有這樣子 她是暖男 巨蟹暖男 就是 就是我們假設我們在吃飯 然後吃飯吃到一半 她就會說 你們等一下髒衣服都拿出來 她拿去洗 對不對 洗衣服 洗衣服是我自己 妳自己講的 只是洗碗和拖地不是我同意 妳還要洗碗和拖地 妳只是說妳想要幫大家洗衣服 結果後來他們就說 妳就順便拖地 順便把地拖一拖完 像我們家就是都叫女生 都不會叫男生 就是我爸都只會叫我 像是什麼 比如說衣服沒有亮 或是晚沒有洗 或者是垃圾沒有到 客廳沒有整理 一定會叫我 而且 那時候我跟弟弟都在寫功課的時候 我都要先做完家事才能寫功課 每次都要寫到三更半夜 然後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我都會跟弟弟吵架 然後就都會 就是 就不爽 就覺得為什麼爸爸都偏心弟弟 都不會叫弟弟做什麼 妳家反而是就是 這種男情女 是喔 對 就是妳不是妳爸爸上輩子的情人 不是 我覺得是仇人 蛤 來不仇的 講這麼嚴重 怎麼會這樣子 好 那Vicky姐姐換妳 對 有沒有什麼偏心的事蹟 唉唷 來 我胸巴巴對妹妹就很溫柔 唉唷 這個 這個真的就是喔 我跟你講 我必須要說 因為她現在是處於那一種 叛逆期的 講一句定 青少女的 不是 李姐姐 是她控訴妳 不是應該她來講 對啊 怎麼會是天亮電影這樣講 我急了 我急了 妳先讓她講事件 對 可能有時候妹妹犯錯 或妹妹很吵 然後呢我呢 我跟姊姊就會講說 就是可能我就會罵妹妹 然後可能會有時候會比較兇 然後呢她就會 就是根本不分青紅照板 然後就開始罵我 就說什麼 妳幹嘛對她那麼兇啊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的 比較疼妹妹啊 沒有 我沒有比較疼妹妹的意思 是因為呢 她們兩個的 妹妹在那邊說沒有 她們兩個的糾紛喔 是從她一出生就開始 而且她們差七歲 然後那時候我就會覺得說 一個小學生 跟一個還沒上幼稚園的人 在吵什麼 有什麼好吵 一直到她上國中了 還在吵 妳就不要理她嘛 妳又偏偏要去弄她 然後讓她哭 讓她去笑 我沒有弄她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就會覺得很煩 然後她又 她的態度又會很兇的那一種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 妳幹嘛那麼兇 妳好好跟她講 就是教她而不是去兇她 是這樣 是這樣亮亮可以接受嗎 那妳希望 妳希望媽媽怎麼跟你 不是啊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妹妹她有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改不掉的 壞習慣 或者是有時候會沒有禮貌 我覺得這種都還是要兇起來 而不是就是 好好跟她講 因為 就是因為好好跟她講 她不聽所以才兇啊 對啊 但是遇到沒禮貌的部分 媽媽也會兇啊 那我可能我沒有看到 我知道 我的亮亮意思就是說 我其實是在代母職 我是代替妳來教妹妹 結果她反而被妳兇了 會這樣子的感覺 那這樣Vicky姐怎麼辦 就是 怎麼感覺走心了 走心了 我覺得亮亮妳回去 亮亮錄影是一時的 對 有什麼問題要跟哥哥說 對啊 小心喔 的確 比如說我哥哥 或是妳自己也是哥哥嘛 對不對 妳自己哥哥也會被要死 就讓妹妹一點 就要讓妹妹 爸爸媽媽都喜歡這樣講 她年紀小 不要跟她計較 但是 我很討厭家長就是說什麼 什麼都要讓弟弟妹妹 像我媽就是 我媽就是叫我 什麼都要讓弟弟 然後呢 就是因為有一次 前一陣子那個寶可夢機台 剛很流行的時候 我跟我弟都會一起去打 但每一次的機台費 都是我出那30塊 然後呢 有一次剛好我們就打到一個 很稀有的角色 卡一掉出來 我弟就把卡搶走 他說這是因為那是他打到的 但是 對不對 對啊 可是錢是我出的啊 他意思是說他是投資方 對 我是投資方 假如以投資方的概念的話 我假如投資你去拍個電影對不對 他就賺8億還是10億 其實都是我拿 你就拿導演費就好 對 對 他的概念是這樣 對啊 現實生活中是這樣 我小時候也是這樣 是嗎 我們那時候小時候就去夏威夷 夏威夷他有個水上樂園 然後呢 他就開放就是 有那個名額 就是可以跟海豚 你可以抓著海豚跟他一起游泳 那對我們來講那時候是一個 哇 超級酷的事情 齊合在一起那 相對 河豚 變河豚 河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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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豚跟河豚 河豚跟河豚 河豚就變真的 結合喔 那時候喔 然後好了 來了 尷尬的是 只能猜拳 名額就是一半 一半的名額可能去 OK 我們就答應小孩猜拳了 明明我猜贏了 妳贏了 然後 然後我妹還變拳 她為了贏嘛 我說欸 她變拳 我媽說沒關係啦 妳就讓她去啦 那白猜啦 對 我就說我長相已經讓成這樣了 對啊 我這個還要讓 天啊 我就眼睜睜看著她在那邊 跟海豚在 我在外面就哭 快哭了 連這個都要讓 至於長相的部分 立東 妳真的可以不要讓那麼多嗎 那不是她可以 妳可以選一點了 我為自己好一點嗎 這種真的 真的妳看著妹妹在騎海豚 對啊 會氣死 會氣死 心裡會不平衡啊 怎麼辦對不對 好 OK 接下來 還有什麼偏心事件 屈尼 出文只帶姊姊我只能跟著爸爸 這麼好嗎 你們怎麼聊都要立體夾 你們兩個相親相愛 不是比較好嗎 妳跟她講完好不好 對啊 妳都會難過對不對 就是只有帶姊姊的話 對 那妳只能跟著爸爸這樣 所以妳覺得委屈 妳也想跟媽媽 我也想跟去 他們去哪裡 他們去玩嗎還是什麼 去朋友家 然後去吃飯 他吃飯也不讓妳去喔 他就叫我留在家裡 那妳跟爸爸後來去了哪裡 就待在家嗎還是 沒有 爸爸都會帶他去看電影 然後真的每一天就是 問他要幹嘛 他就說我等一下跟爸爸去看電影 什麼東西對不對 真的 你們是分開旅行欸 對啊 所以是不是他們兩個共主家這樣 為什麼不帶 不帶屈尼去 出去 我來解 容我來解釋解釋 但是我其實有一些局 是適合比較大小孩的局 那妳為什麼不帶大姐跟二姐 帶亮亮 因為大姐跟二姐不想跟我出門 喔 是這樣 這的確是不好說 妳根本沒有 我有問過 去年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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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家老大跟老二 比較大了 他沒有自己的生活跟他們有自己的 朋友圈 所以他不會像想再參與我的朋友圈了 那像亮亮她現在就會比較 會跟著我 然後譬如說我說 那我今天可能去某某阿姨家吃飯 妳要一起去嗎 然後呢 亮亮她會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在吃飯聊天的時候 她吃飽了 她會說那我吃飽了 她離開餐桌之外 她會去找地方休息 跟朋友家的小狗玩或什麼之類的 自己會照顧好自己就對了 沒錯 那她不是 我曾經帶她去過 她就會開始 時間差不多說 媽 我想回家了 媽 我吃飽了 媽 我好無聊喔 就像前兩天我生日 我朋友幫我 就是請我吃飯在餐廳 我就也是只有帶她去 我說我想回家 是因為那已經 我讓她回家 12點多還沒有回家嗎 還沒有回家嗎 我告訴妳 她從 沒有 她從9點半就跟我說要回家了 但是那 沒有 沒有 你誇張 你誇張 那個餐廳也沒有開到12點好不好 那餐廳也沒開到12點好不好 好 屈妳 你怎麼跟 你讓人家強迫再營業一點 好不好 強迫人家營業 這已經不給打烊 這已經爆料了 講太多了 這有點過分了 這有點過分 轉衣組好不好 轉衣組 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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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換大哥嗎 我想知道大哥嗎 有什麼偏心的事蹟 執主 弟弟愛吃的食物我都減慎的吃 很重的 就是因為我很不愛吃魚 但是我弟很愛吃 然後我每次我媽都會 每天晚上都會有不一樣的 就是魚大餐 蒸魚片啊 然後味噌湯啊 蒸魚啊什麼 然後就只吃... 全魚料理 對,我就吃魚眼睛 其他的都是他們兩個分 是因為他本來就很喜歡吃魚的眼睛 所以你特地買了全魚大餐 對 後來要給他吃那個眼睛 而且後來... 那後來我媽更厲害的是 他直接買魚乾油給他 對 這個很偉大耶 你買整隻魚 給他吃那個眼睛 剩下要丟掉的魚 才給大哥吃 我是... 我是吃你眼睛剩下來的魚肉啊 大哥是嗎 難怪要全魚 對啊 一隻魚只有兩個眼睛 所以要買很多魚 為了再多吃兩個眼睛 我還得吃生魚片 才能喝味噌魚湯 才能吃清蒸紅燒魚 那很辛苦對不對了嗎 好可憐 不是 因為大根的口味跟我比較像 因為他 我也喜歡吃魚 他也喜歡吃魚 所以呢 我覺得我煮了魚 姐姐妳就喜歡吃眼睛不是嗎 就是這樣 全然 那姐姐到底喜歡吃什麼 對啊 妳喜歡吃什麼 媽媽從來沒有幫妳準備 妳知道我喜歡吃什麼嗎 大根嗎 還有那個魚的下巴妳也喜歡吃魚 太糟糕了 我不愛吃魚 大根嗎 妳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不是 因為那個 大根喜歡吃魚 但是我小時候姐姐吃的都比較少 不是說我不煮給他吃 是他的食量比較少 好可怕 我都不覺得 我其實很能吃 我覺得A姐好可憐 可是他不正面回答 對 他不正面回答 他就說這邊有半碗飯 那給姐姐吃好了 因為他食量比較少 而且一直鬼打槍 我媽的概念是這樣 就是他的口味跟我很像 然後他也愛吃魚 我也愛吃魚 對 他想說既然可以這樣 那就煮魚 反正可以推給弟弟 弟弟愛吃魚 不是我愛吃 是不是弟弟愛吃 其實他自己也愛吃 對 也吃到 妳到底喜歡吃什麼 我媽居然不知道我愛吃什麼 我不知道 她就知道眼睛給妳下巴 我當然知道啊 什麼 妳講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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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喜歡吃 她真的不知道 掛掉了 完全不行 等一下 妳蹦一個 妳蹦一個看看 我回憶 我恢復一下記憶 妳寫下來 恢復一下記憶 一道菜 來 一道菜 妳寫三道 看他有沒有中一道 來 英文 我現在有去學好不好 好 寫英文 來 那妳有學喔 來 那妳看著講 來 妳看著講 Potato 是什麼意思 Potato啊 什麼 大哥媽媽真的很適合 Potato 中文 來 其實我假裝不知道 你以為我不知道 那個就是土豆嘛 OK 算答對 算答對 Potato Potato 什麼舞蹈、芭蕾 然後還都很貴的學校 然後我出生開始 我所有的才藝想學 抱歉 抱歉 不要說我想要學鋼琴 想說我姐都學好了 然後我想說我也要學啊 我爸媽就說 你叫姐姐教你 然後就教他練琴的時候 我就坐在旁邊 聽他在那邊 他在自己練他的 我根本沒有在教我 他只教我抖鱼琴 那時候就好 我就在那邊看 我全部都不會 我要長大一個一個去學 我要學跳舞 我是在街上 看到人家在跳街舞 我去跟他說可不可以一起 然後在石頭上爬、爬 然後我爸媽看到 好開心 全身都是 都是玉米回家 肌肉痠痛也不理 哈哈... 終於放電了吧 就這樣 然後我姐就乖乖的 所有東西我都花錢 大家學術笛 我爸媽還帶大家去那種 九華山那樣開演唱會 讓大家來聽聽看 你看我女兒啦 很帥很帥 然後弟弟你去倒立一下給大家看 好 當雜技團耶 馬戲團 對啊 他想去學這個鋼琴 我是說他姐姐可以教他 這樣子可以把鋼琴的費用省下來 但他因為這種事情 他真的是耿耿於懷 今年過年的時候 我就回到我們老家嘛 然後就坐在鋼琴上 大家都在聊天 然後我就在那邊彈琴 一個人在那邊彈琴 他突然這樣走上來 就在我背後跟我姑姑 就在那邊一直看我彈琴 然後他就哭了 哭了 他在邊哭然後就很小聲的講 媽媽好對不起你 對不起 沒有栽培你 沒有發現你有這樣的情況 讓你自己學 然後就很難過這樣 我還以為跟大根媽會說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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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崩潰 街舞 他就每天就是跟著他 跟著那個小黑 對啊 你不知道吧 為什麼要跟著他 你知道嗎 我知道因為沒有補習費用 不對 因為那個小黑是我姐姐 那個時候的男朋友 寶標 寶標 他現在才知道 沒有 他現在才...他嚇一跳 對 嚇一跳 現在才知道他們有交往過 所以小黑不是現在的男朋友 不是 他現在是一個外國人 是加拿大一個老外 小白 小白 我怎麼知道 有可能給小白 有可能猜一下 可以啊 猜一下而已 相較起來白一點 OK 因為我們家有五個小孩 有四個是男生 只有一個女生 所以我們家裡是超級無敵的 比較誇張的是說 我從小到大 其實我是在大概國中 開始才有自己的內褲 蛤 什麼 對 你都穿一褲 對 之前我國小的時候 我的內衣 因為我姐姐比我大一歲 我都是穿我姐姐的 雷絲吊嘎 你知道體育課穿那種雷絲吊嘎 打球會被人家笑 你知道嗎 我就穿那種女生的雷絲吊嘎 對 我姐比較中性 所以她買內褲是可能比較 寬的嗎 四腳褲寬的 對 你就穿姐姐的 對 穿的時候其實是有 是不開心的還是開心的呢 其實那時候也不會分 可是長大之後發現 就是為什麼我的內褲上 那種Hello Kitty被人家笑你知道嗎 所以剛剛那個A是你的嘛 那一條是你的 對 被人家笑才發現 原來這樣是不對的 到五年級的時候 我爸爸跟我講說 你不要再穿自己的內褲 男女有別 你長大了 我換穿我爸爸的 也還是沒有自己的 我登到六年級 登到六年級的 等到國中一年級的時候 開始有自己去買內褲這樣子 對 會比較寵 因為畢竟就她一個女兒嘛 對 真的 就把她當成寶一樣 就她裡真的圍著她 對啊 那女生小櫻呢 妳是不是也都是哥哥還是弟弟 沒有…我們家是三個女生 對 然後我媽是比較疼我姐姐 然後我爸是很疼妹妹 然後就是我印象很深 就是有一次我們 一直都很想要一個玩具 後來我就跟我媽說 我也想要玩具 她又跟我爸講 但是呢他們就是感覺 沒有想要買給我的意思 但只要姐姐跟妹妹提出 但她們就會滿足她們 對 就是可能會 只會給我弄像那種什麼 娃娃機的那種小公仔 但是 但會帶妹妹跟姐姐去 玩具反抖層那種 就逛 那種漂亮的 會逛很久 然後我要跟她們要求 她們就說大家一起玩就好了 然後東西都還有我自己收 那妳覺得長大後 她沒有對妳的那個關心 還是有差別嗎 我覺得沒有 所以我現在搬出去了 太受傷了 注意啊 受傷了 應該這個長大就會心裡面 撞傷了 所以妳講 我也搬出去了 我跟你講 她從國中開始 就每天在給我看豬屋網 每天在看 真的啊 在看豬屋網就想要搬出去 怎麼會這樣子 亮亮妳真的會覺得 超前部署耶 是為什麼 沒有啊 沒有我只是覺得好玩啦 沒有沒有要說 亮亮不要這麼覺得 搬出去真的是好玩 好玩 眼不見為盡 好 那我覺得今天是這樣 我們今天三位媽媽 都要來懺悔一下 是 對 也許經過這個之後 小孩子心情會比較平和 對 好 我承認我有一件事情 非常偏心 就是姐姐因為小時候 只有她跟弟弟差五歲 所以小時候只有她的時候 她其實脾氣是很倔強的 所以呢我沒有打過她 可是呢我會就是除了恐嚇之外 我真的有一次她太 我已經有點忘記她在幹嘛了 反正我就有一次是真的狠狠的 拿棍子把她打了一次 讓她永遠記住 所以從那一次開始 只要她再不怪我 我就說妳再這樣我就要揍妳了 她就會知道就會比較乖一點 就是我平常沒有 真的沒有在打她的 就是只有沒有那一次 沒有 沒有 怎麼可能真的有一次 但是我小時候是被打大的 真的 太多了吧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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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我們給妳插尾的時間 妳怎麼可以拿來騙人呢 我真的沒有 沒有 怎麼會這樣 我們家小時候 我還是幼稚園小一小二的時候 我們家有超多的愛個小手 然後呢她都用那個打我 因為我只要單字可能被錯 被錯一個就打一下 但是呢弟弟從小到大都沒有被打過 所以我小時候最大的心願就是 跟媽媽說 妳可不可以拜託 天啊 因為她沒有被揍過 她已經變態到說 不是說寶寶媽媽你們不要打我 你們打我沒關係 可不可以也打弟弟 那我看一下 可是 沒有 可是我覺得要講就是 因為當下她會被我揍 因為我都看到她不乖的地方 所以要教她 可是她不乖的時候 都是她看到她在教育 然後我教育她 她就會反過來罵我說 我怎麼可以這麼兇 對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要揍她 可是問題是 沒看到 妳不能說隔兩天我回家 看到她把她揍一段 她就莫名其妙為什麼媽打我 對不對 所以不可能一定要當下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甄莉姐一定是要有證據的 對不對 對 我一定要當下看到 像後來她真的 就是對弟弟真的比較兇 因為她就說 那從今天開始 她就直接跟弟弟說 在我面前跟弟弟說 從今天開始 我說了就算這樣子 對啊 既然她都沒有看到弟弟 做了什麼壞事 那就是我出面啊 對吧 所以妳心態好不平衡 私底下助理 對啊 可是妳看甄莉姐妳剛剛說 我只打過她一次 可是我真的只打 我的意思是說 狠狠的打一次 狠狠的 狠狠的 只有一次 其他狠 平常一點都不狠 只是輕輕的 狠的打很多次 沒有狠狠的 幾次 接下來 接下來 綠奇姐 我覺得我們家就是一個小社會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會一個 就每個孩子會不一樣的教育方式 那我覺得我有偷偷的就是 兩個大姐姐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呢 一個是大學生了 可能平常 爸爸給他的固定的那個零用錢 可能他的社交上面可能會不夠 或什麼的 那我就會偷偷塞錢給他 那另外一個是 我比較會藏的 其實是給二姐 因為二姐從來不會開口 跟我們要錢 我講到怎麼想哭了 從來喔 就是他 從來不要錢 他每個月或每個禮拜 把他 爸爸給他的固定的零用錢 他有那些就夠了 甚至有時候我要多給他 他就會說 媽媽不用了 我身上還有錢 真的 超奇怪 像他是因為 我比較不會給他是 對 好像有點道理 你已經發現他會A了 他小的都會A 他除了A之外 他沒有花錢的概念 就是說他會亂花錢 然後譬如說 一畢業就跟我說 媽 我要去染頭髮 媽 我要去接睫毛 然後全部掛在媽媽的帳上 就變成說媽媽事後要去匯款 或者是要那個 因為都是去媽媽熟悉的店 就變媽媽要去付這些錢 去你的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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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他的名 簽他的單 妳要我母子那裡 她在拚的 你們都知道我媽是誰 剛剛要就好了 其實我覺得我媽 是沒什麼要懺悔 但有一件事情 我是從小氣到大 我覺得這真的會影響 一個小孩一輩子 是 我小時候是給奶媽保母帶 但是姐姐是帶在身邊的 就是我會講台語我姐夫 是因為我小時候都講台語 五歲開始 我額後上有個巴 都是在奶媽家撞到的 是嗎 不是在錢櫃 你不回家 你不要吵 感性時間 你有沒有亂說話 媽媽在 媽媽沒事 我們現在都去好樂迪了 那我不開心啦 錢櫃 那你是不回家的 就是一到五都住奶媽家的 對 大概只有週末回去 反正就是 小時候就會一直覺得說 好像 你看就這樣家事 全部都是我在做啊買東西 會記很久 講到這個我也難過 因為以前我們是住在那個 東阿蘭路那邊 我挑的奶媽 這個是很好 很好的奶媽 就是鄰居 可是還 我不是說說我又要怪爸爸 其實是爸爸是覺得說 給你送到內湖那個奶媽家 是因為他們家環境比較不好 然後他們也有兩個小孩要養 我現在才講啊 我以前沒有講過 是因為爸爸覺得說 他們需要這一份收入 所以就把他送到那邊 可是他在那邊也很多講話 他又會講台語什麼 他也玩得很開心啊 你真的很適合從政 你到最後還是轉回來說 我還是沒送你去 你怎麼會講台語呢 你現在還會做工 還沒用木木頭 對啊 你還不感謝我 他以前在那邊都看那個 豬哥亮 歌頂秀 對啊 歌頂秀 我想在看豬哥亮歌頂秀 所以你的幽默感是因為這樣 對啊 你要謝謝你媽媽 你要謝謝爸爸 你看 我覺得這是好的 這個父母 你看 我覺得不管這樣 只要爸爸媽媽願意說出來說 我哪個地方 對你稍微比較不公平啊 這樣這樣 我覺得小朋友都會說 都會覺得說 爸爸媽媽都會講了 他就釋懷了 要溝通 要溝通 講出來是好的 不過一開始就應該要注重公平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 對 好不好 今天大家都有說出來 坦誠的跟自己的小朋友 面對面 然後把心裡話說出來 愛是平等 對 對不對 充滿愛好嗎 今天要謝謝三組 謝謝你們 今天見了 拜拜 好了 您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跟您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關鍵的理由 民進黨關中天還不滿意 還想管制網路前置言論 消滅所有反對的意見 民進黨關得了中天關不了明星 台灣絕對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您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跟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分力量